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便是轮回 根据一个人平生所做的善恶 进入轮回的人们会有六个可能的去处 如果这人平生经常造恶 那么他将会堕入三恶道 即地狱 恶鬼 畜生三道 而如果这人平生经常做善事 那么他便会去往天 人 阿修罗三善道 而在这因果之上便有了六道轮回 但是这些步入六道轮回之中的人们 会投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是由什么所控制的呢 进入轮回后的人们 投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其实要取决于他们前世所种下的因 一个人前一世所积累下来的因 可以归为三种东西 就是财 福 德 有些人只积了福没有积财 那么今生他可能会投生在一个 穷困潦倒的家庭里 因为他上半辈子没有好好积财不失 有些人积了财却没有积福 那么因为他上辈子积了财 所以他会投生在一个有钱人家里 但是由于他没有积福的原因 所以他即使投生在一个有钱人家里 最后还是会有财产上的重大损失 而且不管他怎么去积累财富 最终还是会被破财 如此枉负 还有些人财和福都没有积的 那么他则会投生在一个父母亲 都被病魔缠身的家庭里 因为他在上辈子的时候 肯定没有好好地照顾自己家人的身体 也没有好好地在乎过别人 并且还总是用身体去做很多坏事 所以才让他这辈子出生在一个被病魔缠身的家庭里 而至于那些上辈子积了财 福 德的人呢 他就会投生在一个很高尚的人的家里 比方说院长 校长 或者很有文化的 诸如书画家 文学家的家里 之所以投生在这么高尚的人家里 是因为这些高尚的人上辈子 也肯定是有福 有德 又有财的人 做他们的孩子至少是非常有福气的 而且财运也非常好 并且这些投生的人由于上辈子积了德 所以他一生出来就会懂很多事情 比如他会懂得四书五经 懂得用什么样的文化培养什么样的人 知道前世的因果后 有人可能会问 那为什么有些人往生后去了佛国净土 有些人反而又转世投胎来到人间呢 其实一般人临终后 都会有49天的中阴身自由漂泊期 有的亡灵因为生前所做的善事功德 因此善境会献钱 比如修佛之人 他们大多发愿往生佛国净土 也有些大善人会投生到天界去 而那些不善不恶但为人正直之人 则会重新再投胎来到人间 对于这些重新来到人间投胎的众生 其转世因缘也是很复杂的 总的来说 我们又可以分为以下四种人 第一种人 他们前世为人 今生重新再投胎为人的 这类人或许是心愿未了 或许是来人间还债讨债报恩 又或者是贪恋人间 放不下人间的感情 亲情 爱情等等 但是能重新转世为人 至少说明了这些人前世的为人 也是正直正派 良心未敏的 比如清朝的时候 就有这么一个转世的故事 清朝出的第一个状元 名字叫做史大成 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背后还有一段缘故 这还要从明末的大成和尚讲起 明末的时候 在浙江一带有一个大成和尚 每天都会出门画园 他是一个苦行僧 一边画园一边苦修 每次大成和尚去画园的时候 都会路过一家饭店 这个饭店的老板夫妇都是大善人 尤其是女主人 每次看到大成和尚剥理饭菜不多的时候 就会赶紧到内厨 将他的画园剥填满饭菜 后来这家饭店的女主人 到了生产的日子 刚开始孩子一直生不下来 就在女主人被分娩折磨的痛苦不堪的时候 她却突然看到了大成和尚 开门走了进来 然后瞬间又消失了 结果和尚刚一消失 女主人腹中的胎儿就顺利的分娩了下来 女主人觉得非常奇怪 就让丈夫去打探大成和尚的消息 才得知大成和尚就在刚刚怕诞下胎儿的时候圆寂了 饭店的男主人在听了自己的媳妇说到这件离奇的事情后 他觉悟到这孩子应该是大成和尚转世 他干脆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史大成 史大成从小就聪明伶俐 特别争气 学习特别用功 长大之后更是高中状元 不仅给家里争了光 还非常的孝顺 虽然他学业有成 但是当朝廷让他去做官的时候 他却一心只想在家里侍奉父母 最后还是父母逼着他去做官的 想让他有更好的前程 史大成在围官三年之后 他的父亲因为思念他 就来信让他将自己的画像寄回家里 以为双亲思念之苦 看到父亲的来信后 史大成痛哭流涕 立马上奏折 希望皇上批准自己可以回乡探亲 但是当时当官不满六年是不可以回乡的 不过史大成的孝心让皇上都颇为感动 最后特别批准他三年就可以回乡探亲 可谁知史大成在还未到达家乡的时候 就收到来信 说父亲已经去世了 史大成顿时觉得自己非常不孝 直接哭晕了过去 回家之后就时刻侍奉在母亲身边 后来他母亲也去世了 他就留在了家里守孝 朝廷常常派人督促他上任 他却迟迟不去 其实他的行为在当时是违法的 但是皇帝见史大成这样也不忍心治他的罪 只好让他留在家里 明明有高官厚禄大好虔诚 但是史大成却不闻不问 所以后来印祖在听了这故事后说 史大成此生就是专为报恩而来的 我们再来看这第二种人 第二种人的灵魂是在地府幽明 受苦报尽之后 因缘成熟 今是在重新投胎到人间为人的 对于这一类的人 大多数出生在贫穷卑贱的家庭 或体弱多病 或四肢残缺 或阳寿不长 又或一生命运奇差 而且这些刚从地府幽明 转世为人的众生 其身上的阴气会比较重 所以他们常常会做噩梦 或者见到鬼 或者会经常梦见车祸意外 导致生命终结等等 有时候甚至还会感到身体的因果病 这些人最大的一个共同点是 大多是在农历七月 鬼门关开的时候来转世的 并且这样的人 大多与地藏王菩萨很有缘 第三种人 他们是从天界转世回人间的 这类在天界生活的人 在福报享受尽了的时候 他们中的大多数就会乖乖的 选择在重返人间 行善积德 而这些由天界重新投胎转世的人 大多都是善良 纯职 而且他们生命的质量及灵魂 素质都非常不错 所以在他们转世到人间以后 也大多能找到一个好的父母双亲 而且还有一部分从天界转世的人 则是转世来到人间替老天爷办事的 又或者是来到人间完成共业因果大报应的 例如明朝国师刘伯恩 他驻朱丽一举登上地位 还帮朱丽建了北京城 并一举修建了十三陵 山海关天津 不仅如此 他还通阴阳 甚至懂得运用超自然的力量 再看看近代发起辛亥革命的孙中山 他以一人之力发起了革命 并推翻了封建地址 这些从天界而来转世为人 命中带有纯阳之气 在人间的行为举止光明美落 心地耿直 所以在中外历史中 人类每每发生战争 即刀兵灾结时 都会有民族救星或伟人来转世 带领人类度过苦难 在中国历代伟人中 这些民族英雄大多充满天地浩然正气 并在人间行善积德 救济保护自己国家和子民 以免受到灾难 因为这是他们转世来人间的天职 第四种人 这种投胎在人间的人 就是承愿再来的 例如有许多佛教成就者 从佛国净土 是来人间度化众生的 而这些从弥勒净土转世 来这五着恶世的人 大都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弟子 他们是为兴盛世家政法而来 比如 《释迦牟尼佛广传》中记载的 仁耀王子就是其中一位 久远之前 有一自在部国王 统领八万四千小国 当时禅部州疾病流行 而王妃恰巧在此时怀孕 但让众人深感惊奇的在于 王妃从怀孕这日起 凡身体任何部位所碰触的众生 无论患有何种疾病都能得以治愈 九月怀胎一朝分娩 当王子降生后 刚来至人间就响亮说道 我能治愈一切病患 此时整个《扇部州龙天君》说道 此王子乃为人中最好之妙药 此话传出后 众人皆称其为人药王子 多有臣民将病人带到王子前 求其诊治 王子只需用手等身体任何部位 与病者接触 即可治愈患者一切疾病 以此种方式 《扇部州》所有病人均得以康复痊愈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讲到这里了 投身在什么样的家庭 其归根结底就是因果所导致 所以如果你想要下辈子能投身在一个好的家庭 此生为人的我们 就应该勤家修行 多行善积德 广作布施才是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